議官六千米是邀請港部署公訴頂頂單位 實在看早新港海峰局 因為郵民兩比年過失修 加上當年世家已經讓後男出現 體驗造出來的狀況非常危險 回看後做上新港港公訴 占對郵民的問題安馬上改善的症狀 若是有經費不足的部分 可以提出各位向廣護申請 站在郵民上面 雖然是很明顯可以看到 兩邊的貨拿都因為年久失修 已經海氣 天氣都走出來 兩邊的鐵紅 竟然有貨拿已經落在樓下 尤其是晚上 鄉親如果沒有注意 真有可能在擺在大白水溝裡面 所以議員六千米是邀請上官單位來負責 已經八十一年到現在 日期也二十幾年了 你看到的橋面都是破破爛爛的 現在鳳桃水買新港市 海風很大的地方 鹹粉很大的 我們看鋼筋都落落了 所以今天請到我們的水族廳 鑑武廚 還有有我們工作來倒申費蓋 我們來評估看說 這是不是要卡住還訂做 因為如果卡住還訂做 反正還要用 讓我們八十幾年下來的月也會比較安全 如果你是只有修修補補的話 我相信我怕做了沒多久 他又落去還是他又派去 會浪費公堂 所以現在這三個 為何上去連絡看我賣的 就是一個方案 方案比較好 如果要卡住還要用 是經費 管政府要把缺合的道補助 讓工作可以來執行 把這個橋做得比較圓順 讓人過路的人 更好走得平安 廣府港部廚強調 為何海峰橋是鄉公所的借臨 不可以因為橋 為八十幾年現金到現在 都不在乘以 如果公所經費不足 可以拿出價位向廣府港部廚申請 廣府也會配合版例 新中華新聞將帶順 新港蔡鳳報德